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一步之遥 但是这一步注定只有一支球队能够跨过去 卡托托 打了一脚凌空 差了一点点啊 标下感觉上班技术都还可以 可惜没进 可惜 来到前场了 还在寻找机会 艾伦怀特 感觉有了 精彩的扑角 面对这样的门将对方 可是有点泄气了 他脚下技术非常娴熟 继续带球向前 本以为这次进攻很有威胁 没想到被对手抢回了球权 他突托 这球应该是传过去了 这次拦截非常关键 扰乱了对手的进攻步伐 杀到对方腹地啊 这是在和门将做传球练习吗 温迪 勒纳 这次队友的支援很及时 卡迪迪阿图迪阿尼 一次成功的扑就 紫维拉非常稳 他们这个球的处理毫无问题 临门一脚 质量也很高 但无奈 门将刚才这次扑就 确实太极限了 他们也只能无功而返 球线没保住 被对手拿到 机会出现了 门将挡了一下 这场冠军争夺战中 他们先拔投手 而他们的球迷们已经为此开始疯狂庆祝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他做出了无比精彩的扑就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球最终还是进了 这就是足球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一比零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防守队员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 赏西岳木的表演 还好有队友过来补位 这是卡迪迪亚图 迪亚尼 这球全靠着门将了 要不是他这球就危险了 有出界了 进攻防护的角球 打了个战术角球 这是玛丽卡托托 防守队员封堵住了对方在禁区边缘的射门 这角球啊 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可以起脚了 还是被门将铺了一下 这球啊 防守队员及时出现 真是 真是太及时了 要不然这球肯定进了 哎呦 这还真不好说 如果碰到防守队员后飞向球门 守门员可就完全来不及做出动作了 这个投球啊 还是过不了他的失智关 我都以为这球要进了 看来还是低估了这位门将 球传向了禁区中央 这位效果不好啊 门将表现出色 化解了这脚远射 卡托托 双方拼抢时把球碰出了边线 梅尔维纳马拉 格拉斯 格尤罗 带球来到了进攻三区 好位置啊 所以说足球场嘛 就是风云变换啊 打出漂亮进攻的一方 转眼就沦为了防守的一方 承门了 漂亮 注意力非常集中 直接一个飞针扑球 角球开出来 到了禁区中央 有机会 前场抢断了 能利用这次机会吗 带球过掉了对手啊 很是稳健 挡住了这脚穿舟 对球该吹了啊 给了有力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进球的机会 这球啊前面配合都不错 快速推进到了对方后场 轻松突破了对方的后防线 可惜啊 最后攻门没有处理好 出现了失误 可不是吗 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裁判是以界外球 一瓦佩里赛 过来帮忙进攻的队友 这是到位了 这总该搬平了吧 队桥竟然没进呢 他们现在还落后啊 怎么能这样浪费机会啊 啊 这边进攻受阻 将球转移到另一边 试试运气 边路有他的发挥空间 这次拦截让他们士气大振 对方这次绝佳的机会 被他们的最后关头成功化解了 打力 还要不时一分钟 全场比赛才会结束 唐佳丽 传给了王珊珊 当着主裁一声哨响 比赛的第一个半场正式结束 让我们回到比赛中来 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表现 这次是中国女足开球 梅尔维纳马拉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过程很美好 结果很无奈 对手拿到了球权 反击机会来了 进区内有队友包抄 看看这次横传 一脚射门 门将把球拖了出去 他们现在请求换人 这个脚球掉到了禁区中间 这个解围不是很彻底 危机还没有解除 起球打门了 他们错过了一个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 机会出来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犹豫 可惜球没有打进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把皮球挑到了防线的背后 防守队员及时出脚把球解围出去 这样这次危机就被化解了 要进了 这个球应该没有太大难度吧 教练现在应该是最失望的人 两个球的优势可比一个球要保险的多呀 是啊 打力 打突突 球到了前场 开始组织进攻 双方拼抢时把球碰出了边线 面对这样的防守 对手肯定是绝望的 波鲁克 巴迪安卡 professional 格拉斯 格尤罗 他们还在寻找那个扳平比分的机会 但是好像也一点不着急啊 这是玛丽卡 拓拓 绝家的机会 没想到啊 在这个距离也能打拼啊 看来教练员 要换下场上的某个球员了 罗家慧 塔图托 克拉拉马太奥 找到了方式队员身后的空档 交给了门将 正在拿球 等待队友的跑位和拉扯 他这是相当有耐心 门将扑到了 我都不敢肯定 这是反应快还是条件反射 塔图托出了黄牌 就这个方法来说 黄牌没什么问题 知道 角球落点 再进去中间 这机会不错 怎么说呢 力量是够了 甚至有点多了 将 Prague 上连表 是阶廊umed 要是阶伦 我 kell起我 阻尔 应张 丘味 他独起我 我诶 大概生亡 肯定能 去除 iPhone Bakula 回了球权 看上去啊 没什么危险 但是对面给的压力还是有的 他一直带球向前 这球该有了吧 这球打到横梁上又弹回场上了 还没出界 他这次犯规最终还是吃了张黄牌啊 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 从边路内切进来 一次教科书般的铲球教学 这脚穿越球啊 目测能找到队友 反归了 认一球 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能不能扳平就看这个球了 是这个山东到大队友 获得一次界外球 接他一些街外球 الي出赛马上楼 格拉斯 格尤罗 幸亏有他及时出现了 完成了抢断 这次拦截非常关键 扰乱了对手的进攻步伐 他在边路被放空了 文匠这球啊 扑得很轻松 还有五分钟啊 比赛就将进入商厅补食 能来一脚妙传吗 看什么质量了啊 漂亮的扑就 角球 现在就是翻评比分的好机会 时间不多了 这个投球应该是没有顶正部位 说他是一次攻门也有些勉强 这次直塞没能传过去 被防守队员破坏了 裁判判罚了任一球 这样的犯规呢 动作做出来基本心理就该清楚了 这黄牌是躲不过了 是的 队员本人心里应该也有数 他拿到了皮球 稳稳地控制住 中场哨没有响起 不失三分钟 格拉斯 格尤罗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反击被对手打断了 王珊珊 直接打门了 这球打到横梁上改变了方向 直接弹回了场内还有机会 能在这个时间段用脚球进球 基本上那就是杀死比赛了 这是在玩火呀 警报解除了 全场比赛结束了